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威龍 受到乾燥的東北過後風影響 香港今天的天氣繼續是不錯的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今天華南地區的雲量都是相當少的 看遠一點 在西北太平洋上空我們看到有一個低壓區 我們預計這個低壓區 會在未來兩三天逐漸增強 而且是移向琉球群島一帶 如果接下來要上述這些地區的朋友 就記得要注意當地的天氣變化 回到本港方面 下午各區的最高氣溫 是介乎在30至33度之間 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乾燥的東北過後風 會繼續影響著華南 所以接下來那個區域的天氣 仍然會是晴朗 亦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內陸地區的日夜溫差 會比較明顯地大一些 大家要注意 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天晴 市區最低氣溫大概是26度 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明天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大概是32度 吹和緩 冬至到東北風 我們只望 在最後幾天 繼續受到東北過後風的影響 我們會是大致天晴的 今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